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影片前半段會講一下 昨天那一支關於中國統戰藝人跟網紅合約 觀眾有疑惑的點 後半段會講一下 最近中國各地的書店發生了書店革命 而聖上在4月份也被金融時報 曝光還有新法社等海外 有權威的媒體都說了 聖上不敢打台灣 那我們先一一來說 相信昨天很多人都說這個合約看起來稍微有點 阿強哥有點林天天有點粉紅 怎麼可能會騙倒人呢 好那我先來說一下中共統戰的手法 中共統戰是放十幾二十條線 這只是其中一條 所以這條如果爛掉了 沒有關係 雖然明面上聖上已經跟王滬寧下指令了 對於台灣統戰他要親手一把抓就是親自部署 那我們都知道 聖上的前車之鑑是什麼 只要他親自部署的東西通通都會爛尾 你們可以去看全面脫皮然後他的雄安心區 聖上說他要親自部署就真的只是他親自部署嗎 沒有他的命令其他的人不敢動嗎 錯了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疫情這三年 北京中央的政策 很明確 法律上寫的 憲法寫的 臨時頒布的命令就是寫這樣子 看似很鬆對吧 看似沒有什麼封人家大門 不會給大蒜 不會給輪胎 還有給倒苗 還有給鬼做核酸 這些影片大家該不會都忘了吧 我相信生活在中國的朋友們 應該忘不了這三年 尤其是鄉村各縣市那種亂象 給空氣做核酸的 還給魚 給雞做核酸的 那為什麼很多地方 違背了中央的政策 這麼的荒唐呢 很多地方的 基層的 中層的那些 中共官員 他想獻殷勤 他覺得雖然中央定的法是這樣 但是 我要層層加碼 我要揣摩聖上的意思 我要討好聖上 那當然你會發現 離這個 北京政治中心越遠 甚至越偏向的地方 他越荒謬 越嚴格 因為也沒有 國際媒體可以揭露他 那他們只能留到外網 然後影片就被我們看到 統戰手法 亦是如此 雖然明面上是習近平親手 一把抓 但是啊有很多 中底層的這個中共官員 第一他想要賺台灣這邊的錢 因為 中國現在經濟多爛 大家有目共睹 這也不是我說而已 國際都是這樣講 數據攤開來 也是如此 第一個他們想耗錢嘛 第二個 如果我真的統戰成功一部分 我可以直接跟聖上邀功 那我晉升的管道就升一級了 我不必透過什麼王滬寧國胎辦 聖上看到我也是一個有能力有才能的人 那我晉級 加絕的這個 管道就變多了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合約裡面有一點怪怪的東西 但又不得不說他確實有做功課 但是這個功課可能又做的不全面 譬如說裡面還有一個很荒唐嘛 我們中國這邊佔50% 那你們台灣這邊所有藝人加起來佔50% 對啦雖然明面上是這樣給你寫啦 但你真的覺得 在正常的公司合約中 會真的5050嗎 51或49吧 或是6040吧 當然啦我覺得這就是糖衣毒藥嘛 我們雖然是這樣跟你談到 但到時候怎麼簽都是我說的算 而且我就算給你50% 我也沒差 反正資金流動跟 掌握權力的 槍桿子在我手上 像 中共中央啊 我記得好像是去年年 年底還是今年年初吧有點旺 頒布了一條法令就是 中共民意性的入股1% 中共中央入股1% 你看是1%好像沒什麼 但不好意思那1%可以掌控其他99% 為什麼因為他有槍桿子 他有資金來源 所以你們放眼看一下中共過去 這三年疫情期間還有各種很荒唐的文件 你們就知道了這個文件 擺到中共官方裡面 一點 都不荒唐 比如說最近前幾天啊中共又下命令要 這個外賣員愛黨愛國成立流動黨支部 這不在我們眼裡看起來很荒唐嗎 但不好意思文件真的是這樣而且他要成立了 已經成立了 你就在給魚 一個沒有肺的動物做核酸荒不荒唐 荒唐啊 他們是不是做了 做了 做了幾年 三年 我們全世界以開發民主國家都知道狗跟貓不會傳染 但是他們呢 去年前年大前年 把好多狗跟貓 撒死了 對吧 說因為他們會傳染 這些影片 我都做過 而且都有留在外網上 這個時候引發了另外一種風氣 就是養子貓子狗 這個我有拍到我的 MV 裡面 所以在這麼魔幻的一個中共統治的羅刹政黨來說 羅刹國人來說 你覺得這個合約很荒唐嗎 我看是並不覺得荒唐 那為什麼我會知道因為我都在做中國議題的研究 我都在做中共方面 所以我看了一定比一般刷抖音 然後不了解這個 然後一到選舉了才突然震自腦 我一定比你們這些人了解太多了 好那我們接著繼續看 最近中國 上海 深圳 一些 非北京的大城市 很多書店 還有杭州 都出現了 書店革命 什麼叫做書店革命呢 就你也知道嘛 中國很多書店就會賣什麼 習近平思想一路啊 中國偉大復興啊 崛起 這種書本 對吧 那他們就會 在這些 習近平標榜的書旁邊換 譬如說 和平換戒啊 皇帝的天命尊嚴 中國皇帝傳 你看上面很多這個習近平嘛 對吧 然後旁邊 旁邊又放一個 改革開放 大國的崩潰 自由的聲音 現代基礎政治學 什麼是民粹主義 多看看這個世界啊 通往史達林之路 審判 希特勒 這全部都是在 諷刺 上面 盛上了道行律師 還有一個上海朋友拿了習近平的小冊子 然後穿了一個 維尼的 衣服 喪中 為誰而名 大國的崩潰 1984 這本就夠了 那這些照片啊 慢慢的在這個微博上啊 抖音上傳開之後 已經漸漸封殺了 而很多書店的老闆 還有那個員工 已經把這些書 歸回原位了 然後就有網友說什麼呢 你好 我今天到杭州某某書店 書架上 原有擺放的書 已經都撤下了 取而代之 是一個習近平 理論書籍 專家的 立板 不知道是原先就有還是今天新家的提醒牌 我在盛上書架前找書拍照立刻有工作人員問我在找什麼書呢 他解釋說 是看我在拍照所以跑過來問 沒辦法判斷究竟是工作人員的好意 還是他們的警衛管理員 好 有意思的是 我用書店的 電腦系統來找書 一打開頁面上就 顯示查詢 換借這本書 說明今天 已經有其他探索者來過囉 我按照書架上的職位已經找不到換借這本書 我們看完這個 可以發現 你一旦 被集權國家控制 被集權政黨控制 而你失去槍桿子 你就只剩這種幽默 揮諧 沒有辦法有效換掉執政黨的方式去抗議政府 我相信這不是我們台灣人希望看到的 對執政黨不爽就直接罵出來 對吧 不像他們需要這樣默默的 被抓到還有很多藉口可以說 沒有啊是你想太多了 我並沒有要侮辱身上 對吧 我們這樣子看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事情 在上海有一家這個同志酒吧 在6月15號發出了一個貼文通知 說什麼呢 是我們親愛的朋友粉絲們 很抱歉 由於一些無法控制的事 與諸多因素 很遺憾 這個禮拜天是我們最後一晚 今晚 或是禮拜天 來與我們一起 最後的狂歡共飲吧 我們真的很榮幸 為每一位 人 服務 那下面就有網友問啊 為什麼為什麼為什麼 到底是為什麼呢 然後還有人說是 一定是你們 這個同志影響生育率啊 諸如此類的 好那問題就來了 什麼叫做一些無法控制的事與 諸多因素 前幾年呢我跟我一個中國朋友在聊他也說非常羨慕我們台灣這個 同婚嘛 雖然他 不是統治但他覺得 這樣很好 對嗎每個人都有自己選擇的自由還有 自我認同的自由 然後他就跟我聊說 我們中國確實有這種隱隱約約暗示民視的這種 LGBT的 連續劇 校園青春連續劇 但 僅限於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但其實明白人 一看就知道 有一點 難難的情緒在裡面 但沒有辦法 中國的影視沒有辦法拍得 這麼明顯 就像我們台灣很明顯 他是我男朋友 來了真的是一個男的 這是我女朋友 來真的是一個女的 然後我也是女的 中國不能這樣拍 如果能這樣拍的話 早就這樣拍了 對不對 還有另外一個 震驚國際的消息 金融時報 當然啦 很多人都會說金融時報肯定是被民進黨收買 對民進黨大概在甲午戰爭那個時代把金融時報給收買了 因為金融時報 快200多年了 100多年 你看這個金融時報就揭露去年2023年4月 盛上 與其他人士會面的時候習近平抱怨美國在試圖誘惑 咱中共 入侵台灣 但我絕不會上鉤的 習近平也對其他中國官員做出類似的警告 他表示 與美國的衝突將摧毀中國的許多成就 並破壞他在2049年實現 偉大復興的目標 這個盛上你是活得到2049嗎 你這麼有自信你是要換多少零件 有多少小孩子要在你的身上重新 生長 哇你2049的時候你幾歲啊 我算一下 哇你90多 啊有可能啦有可能啦 因為江澤民都90多100多了對吧 我覺得有這個可能 我操我那你的意思也就是說你要連任到2049年啊 習近平對馮德來說的話是他對外國領袖提出的第一個 已知案例通知 那這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相信金融時報的權威 跟他們所有在全球的眼線 可信度跟權威度很高 那這個事情在昨天被揭露之後很多這個海外的中國網友就下去 嗆聲上說 你開始找台階下了吧 那你會不會宣佈放棄武力統一台灣呢 不會 盛上一方面確實想要一直提升自己的武力清台 但是他現在還沒有這個能力畢竟盛上去年才重新整頓了火箭軍 還有整頓了海軍 所以並不會這麼快的有能力打台灣但是他確實有在提升這個能力 而目前沒有這個能力所以呢他只能從文的方面去統戰 那文的方面是什麼呢 這個我不想要再贅述了大家懂的都懂 這大概也是我一兩年前講的 什麼時間對中共其實是最好的開戰 什麼時候是破壞中共最好的時機 也就是他沒做好準備的時候他嘻笑 打台灣 如果他做好了準備 比如說像他自己說的 2049年 他確實做好這個準備 請問他做好準備打台灣跟他匆匆忙忙的被激怒沒有做好準備打台灣 你覺得台灣哪個方面哪個層面 贏面比較大呢 相信一定是 他們草草了事敷衍了事被激怒惱 而不是全面做好準備已經是在很理智下的情況下發動戰爭 是吧 那我們退一萬步來講 你說習近平他會不會宣布放棄 武統台灣 不會 即便他在2049年沒有能力打台灣他也不會放棄 為什麼 因為從馬歐盛上時代就已經把這段神話傳下來了 這個東西是共產黨的信仰 對吧就好像 你突然說這個 關雲場他不存在 你突然說這個女娲啊 盤古啊 這不是咱們中國的神話 這些都不存在 你看這邊有一份甲骨文裡面揭露都是虛構的 都是什麼什麼的 那我跟你講很多華夏信仰的中華文明的那些人都會崩潰 不然就是說 好啦其實甲骨文裡面說的這個大禹治水啊 是印度人喔 我只是假設 所以很多人都會崩潰嘛 所以 一樣在中國共產黨 你從這個1949年開始在那邊 武統台灣 解放台灣 這個東西 回不去了 你只是被 推在火架子上 即便你今天是領導 你也沒有權力說 我不要打台灣 你沒有這個選擇 雖然盛上現在 解放軍沒有能力打台灣 他為什麼 還是要派一堆軍券啊 還是要一堆軍演啊 這就是心戰嘛 這就是心理戰嘛 這也是從文的去捅你嘛 一方面他也是要實測一下自己 這個後勤能力 封鎖能力 到底可以持續幾天 而這都是在沒有外部干擾的情況之下 所以我們很明顯可以發現 他目前確實沒有能力 封鎖 台灣海峽 超少兩天三天就結束了 你看一下美國 7月那個軍演 在太平洋上他要演習幾天 一兩個月 而且 離美國本土又這麼遠 那你說中國他只是來到100多公里的台灣 他兩三天他就沒有這個後勤能力了 如果你越了解中共 你越了解中共 目前深度裡面內部在做什麼 你越不怕 我們通常人 為什麼會怕 因為 我們不了解 我們恐懼 我們對未知的東西都非常的恐懼 所以我們會害怕 那你要怎麼避免這個恐懼呢 你去深入的做功課 你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 我們有這個本錢 不怕 當然啦 話也不能這麼說 我們台灣人最怕的是什麼 一堆勤快 一堆石鏡塔 一堆貝骨仔 這是我們應該要最怕的 因為有了這些 即便我們有外星人的科技 我們也打不贏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守 我是八九下次見了 Bye